鱼香味是穿材特有的微型 好多外地人都说鱼香味头没的 今天我们招来中国同仁大师 给我们做一个鱼香味头鱿鱼的餐 你做厨师做了好多呢 我做了三十几点 最早的回仙楼跟着我舅舅厨师长 都跟着她说 回仙楼是重庆街分辨四个大餐厅之一 它也是我一家做个小满汉全系的餐厅 对 鱼香味不好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符合鱼香 它做的胃不好调 鱼香味是川菜中间的一口明珠 很多的学生里都没把鱼香味搞得完全动 我们评价这个菜的小鱼香味还是 酸甜含辣 四味一致 姜葱蒜香味头鱼 这两个鱼香吃巧克力 对 吃脂花刀 切到北极这个骨头里的 它每一坨也更入味 尤其师傅哈 鱼香味哈 它就不加豆瓣 我是干烧鱼的手法 最后来调入鱼香味 所以我都要用两种佐料 来中和烧鱼 炒低调的时候 倒倒加入豆瓣 有时候他们都不理解 因为我第一次做的事 他们都觉得不正确 干烧鱼的配条 它是切成颗粒状 烧鱼的时候是用的老浆 提味真香的 炒鱼香吃的时候 是用的泡浆 提味 它都一定要装成小口口 老浆跟泡浆大口的比的是什么 可以办嘛 泡浆的比的要重些 鱼香味它有一个口具 12355 1都是姜 2是蒜 3是泡海椒 5是葱花 这泡海椒一定要把它摘成蓉 不把切的水都不出色 不出色 一个不出色 而且它胃也出得慢 老传统人打碗签 他们都是一国成才 一 就全开碗签 3勺白糖 白糖给它做了 然后就厨 厨 厨刚刚摸过白糖 然后抓一点水切 要3勺水 调匀 干萨鱼一定要加入肥镳肉 主要的目的 一个是香 第二个是口感很好 葱先把它刺出来 搓出来 然后再来麻鱼 然后快速地把它麻味 麻点这个鱼 你现在轮延 它才把葱子炸得出来 是不是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个小技巧 在麻鱼的时候 轻轻地把它炸一下 更入味 一分钟左右就行了 然后干萨鱼 都是直接干萨 大概在8勺左右 切到尾巴 先炸老口 因为头它不用锁 然后再慢慢把它放下去 往下锁上锁 对 炸成这个表面精华 已经炸头了 已经炸头了 还有芝芝的香绳 都说鱼都已经炸好了 一定要炸头 因为鱼还要炒两种籽 我们先炒一个家常籽 就干萨用的 倒入鱼 炒入一个豆瓣 再下锁点点炒开香 炒这种汁一般油鱼比较低 炒的它用油鱼 辣香吃这个 然后葱的也算的 加入肥表肉 进去用辣香 你看肥表肉是不是要炒干了 用不着炒干 因为它最后手指的时候 它要吃油鱼 然后大家喷入这个黄酒 黄酒它主要是曲心和香 适量的加入薰水 一定要小火 没开的时候下入鱼 鸡精 一勺味精 烧板烧白糖 提升它的鲜味 烧板烧那个醋 主要是蒸香 然后软化鱼的盖质 基本上鱼 纸水都全部添在鱼头下 这种都醒了 纸水都受干了 干烧里面最终的白鱼锅是腰饭 火腿肥表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干烧鱼 吃的是加香味 寒香味了 干烧解法是明月干烧 四味汤烧 而且都要加水来烧了 不要汤 汤来抽脂 干烧鱼的基础是上 吃的鱼香味有提升 现在炒个鱼香吃 泡一下 量有点重点 泡一下 南出味了过后 大家都下入蒜米 泡椒米 然后加入少许勺清水 然后小火一分钟后 把烤入味 泡椒结 刚刚调好的糖醋汁 够芡 切芡一定要是大火 这个芡一定要够浓稠 吃过的时候 撒入葱棍 鱼香味好多 家常味大定 鱼香之一的鱼香气 咸甜酸辣 都出来了 这才是振了八斤 有鱼的鱼香 皮软糯 吃水都在鱼上面 还有层次 是 本来鱼香味 就是川菜当中很高级的一个 符合性味性 大得厚的还有酱香味 它味道更厚 家里面都用鸡鱼煮 焦鱼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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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鱼煮煮 吃了鱼煮的鱼煮油